你是騙人的 我拜託你 你有良心一點好不好 好不好 你有良心一點好不好 倒刷人家22萬 開直播痛罵詐騙 因為丟丟妹的粉絲 居然遭茂名的小編 騙取信用卡資訊 牛五花一包一公斤 我們又帶450 買一再送一 不知丟丟妹 田哥海產也是受害的直播主之一 出估至少20名直播主身份遭到冒用 被害人更是多達上百人 因為我媽的額度很高 所以她就會一直被倒刷 所以總共她用了兩張卡 原來型犯假冒成知名直播主的小編 創建了27個假帳號 看到有民眾下單 就用直播台的名義 謊稱對方得標要取得付款資訊 或是說要贈送獎品 借此騙取信用卡卡號跟授權碼 再進行倒刷 短短一年得手超過600萬 警方獲報後 巡線找到這名34歲的饒性嫌犯 發現他其實早有前科 2018年饒性嫌犯用類似的手法 詐騙四位民眾遭判刑九個月 但他似乎沒有學到教訓 警方表示網拍公務通常直播台不會主動用臉書私訊買家 提醒民眾千萬不要受騙上當 今晚許智晨 袁凱旭採訪報導 我指的是保守 中原集的資訊 警方的資訊 技術 依然 公司 我答應 公司 居然 我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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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感谢观看